如果你說現在筆仙、蝶仙 就是參照扶機的方法、扶亂的方法 用一些物件借助大家不同的力量 希望去做一個預測 但這個其實是鬼壇 鬼壇就是說要小心因為沒有結界 沒有守護神 沒有宗教信仰、沒有修行 所以在很多年前因為盛行這件事 很多人都做了一些很奇怪 而不自製的動態出來 這些情況究竟是撞邪 還是引發自己過分的能量 不懂得控制 還是嚇傷自己 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他們都是一個傳統的 做不同的壇數 就是真是叫鬼壇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必要 如果學識上、科學上可以解釋到的東西 就沒必要去涉獵鬼或靈界的東西 小時候只是多手去玩玩而已 不過師傅,我想問一問 哪些人特別容易有這種預知能力 如果是命大乾坤 其實包括屬豬、屬狗、屬猴、屬羊的人 如果你農曆七月、六月出生 農曆九月、十月出生 甚至乎出生時是晚上七至十一 或者是下午一至三、三至五 這段時間出生 有機會有很多叫做乾坤和坤坤的組合 命大乾坤的人通常對玄學方面 或者對第六感方面比較強 如果是掌上方面 通常我們就會覺得手掌的正中位附近 有大十字文 大十字文其實可以是宗教的追隨者 也可以是第六感 或者有預知的能力 這些東西真的挺難學的 我又沒有預知能力 又想占卜自己的將來有什麼辦法呢 求籤吧 求籤? 是,入到廟宇求籤就最好了 你最簡單 籤筒也在這裡 打來了 來吧,拿著吧 不… 很厲害 整個吧 你很神化 原來是魔術師 怎樣玩法? 是否真的求籤? 其實我曾經去過故宮 一個關閉的地方叫陰安殿 裡面其實是供奉後院裡面 不同的神靈 是 就在元武門附近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給以前後宮和皇帝去求籤 原來以前的籤是人那麼高的 是嗎? 真的抽的 真的抽的 所以是抽籤 但現在其實因為過程很難做到這麼大 而且未必一定是適合時代 所以就變成求籤 不過求籤通常一支籤出來 就落地就是那支籤 是 但有時大家怕不正確就會問聖輩 不過以前問聖輩 通常聖輩有用背殼做 有用圖木做 有用不同的質地 求完那支籤之後 就會再覆問神靈 是否準確 但以前就會用同男同女 真的拉著一條紅線 接著聖輩要跨過紅線才穿地 如果沒問題 通常聖輩要拋到六尺 但現在就簡化了 但問聖輩 你知道籤的準確性就會高一點 謝謝 我多怕整集節目都是就籤 對, 試試好嗎 好 看看什麼籤 是否知籤籤的?85 85, 你說一下多少 你一定記得的 你有誠心嗎?你還沒… 我自己預約? 聖輩 你做的是不是? 當然是你自己 聖輩…我想求… 這個叫楊杯 沒有? 再求吧 這個叫鞭杯 齊全 陰杯 陰杯…怎樣? 其實不成功 你這次再求過吧 其實聖杯也是以前一種尖掛的方法 是 第一個 其實分為陰陽、咬詞 可以算掛 不過如果求這些籤 真的向神靈祝土而出的結果 就是要再求過 不過不要緊 你現在求甚麼都不靈 為甚麼?比你差 比你差 因為在廠裡也沒有主神 那你求誰呢 對呀, 我對別人求財 大家知道甚麼 如果是的話, 你也是鬼壇 應該不對 我是鬼才, 我不是鬼壇 這麼厲害? 難怪, 對呀 是鬼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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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師傅, 我有事要問 我經常發夢 都夢見自己發達 不知道是不是有甚麼預兆呢? 不是吧 真是不… 真是不知為甚麼 經常發夢發達 你發了這麼多次都未發達 你自己已經發達了 你現在問第二次發達 對吧? 一般來說, 夢境會分很多層次 有一些是預感 亦有一說法是先人的悟夢 有一些可能是因為日頭受壓力 但大體上, 如果發覺夢 是彩色, 真實性的機會就高一點 但亦有一些說法就是 如果先人在夢上 你見到以前過世的先人 他送東西給你 就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你給他東西是一件好事 如果發夢反過來 你知道我們那些 屎屎屎屎的那些就不乾淨 原來在夢裡見到 是代表財富的 但如果夢裡見到血 血就代表著權力 當然, 整體上如果夢裡 發現人們追你、鬼追你 就代表生病 如果老鼠、蟑螂入屋 就代表要小心財物損失 這個詳細可以參考一下 周公解夢 師傅, 不是每個人像你那樣 隨身帶籤筒出街的 如果我想占卜 除了這個, 還有甚麼方法呢 不如這樣吧 怎樣 你不求掛的, 就叉一下字 預備好你 誠心點, 寫個字出來 你經常覺得我不誠心 習念很多 不要玩玩玩 我認真, 好好嗎 是, 儘量想到甚麼 立即寫甚麼 求一件事, 不要那麼多 幾件事加起來 只想到這件事 我寫這個字 我寫這個字 問甚麼呢 我想問我兩隻貓 會否今年有起 這是一個單企忍 通常說並行 你問的是男和女才會有下一代 是的 單企忍是獨行合 即是他們各顧各 都不成雙成對 如果這個字是一個黃字 就很多非殯 但這個變成五字 五字是一個土的意思 在這段時間 基本上, 土五黃就在中間 五黃是血缸自在 所以其實呢 又孤獨 又要做手術 又生不到 你問自己嗎 你最後一個賊 你這樣入我 不是吧 即是四五人 一定生不到 不是 你去測這個字 問一對貓 那我對貓有機會嗎 都說生不到 有多準 我的貓比我更老 我兩隻貓都十四歲 我是善你的, 善不到你 師父果然很厲害 你誠心 你誠心 好, 師父, 認真… 我想寫一個字 很想幫香港問一下 可否經濟會復蘇 反而疫情快點離開 你要誠心一點 因為你代表香港 我知道… 但我在想寫哪個字好 突然出現了兩個字 不過你不用選擇 你也不懂得那麼多個字 懂得的 我家開學校的 請 但也不代表我懂字 好 我又不捨播藍繁體 但我心裡想了這個字 如果以你去問 我不知道可否代表香港 但如果我當成一件事 這個變字肯定是一件 未完成的事 即是浮游之間 還是驚喜交集 兩個字 就像小字分開一半 又像人字 兩邊背道而馳 你說小人 是否背道而馳 有些機會 但暗中有個六字 即是說 去到現在六月 因為今年過了 是明年的六月 通常我們中國人 就算是農曆的六月 應該有機會有些改變 而且文化上 或者伸延下去 就有一些長遠的變化 本來變字的寫法 就沒有那麼鳥草 你寫到鳥草 好像文字一樣 當時這刻的心境 我是這樣寫的 對,而且你是延長下去 還有這是簡體字 我應該學好一點 簡體穩妥一點 其實也很好,預測得 不過其實我寫多了一筆 或者緊張的 就是查完之後 香港會更快變好 這是我,五小姐預測的 如果我當特首的話 是的,不過五小姐 你始終不是香港的代表人物 你又不是特首 不如你競選了特首 首先再說 我想選香港小姐,你知道的 對嗎 不過你又不需要太介懷 因為測字其實跟梅花易素 跟足跡很有關係 梅花易素 先寫字和後人寫的字 也有分別 甚至乎寫時滴濕了一張紙 或者突然被人撞一撞 寫歪了字 其實這就是原機所在 同意 不動不沾 但整體上 其實測字都會說動應 和拆開的字解釋 最終你真的要有一點心靈感應 以及源出於你本身的第六感提升 即是你自己想那件事 而問那件事 你已經有一個希望 其實解釋那件事 有時也有一定的準確性 不用算了,真的捨不得 你博士嗎? 你醫生? 你承責? 你好嗎 姑娘,你不是撞傷了 不是的,捨不得 我們一起做了13集 你真是性情中人 495集 說這些事也有 這麼難捨難離 真是令人驚嘆 知道怎樣嗎?難捨難離 為甚麼? 平時找你看照片很昂貴 知道了,你要記住 導演記得記住清楚這些字 其實我的收費和我的功用 就跟MyTV Super一樣 明碼實價之餘,物有所值 他想吐的 不懂得欣賞 賣廣告小心監製,收回你的錢 這麼嚴重? 對,我監製是誰? 誰? 駱小姐 我真的有甚麼可以找駱小姐 希望我們很快有機會再主持 好嗎?這節目是怎樣的? 有緣就有機,再見 永遠沒有再見,再見沒有續集 是嗎?那就沒有再見 不犯忌吧